你怎麼不接電話? 媽, 你怎麼不接電話? 又是那個Cindy, 催我還錢 我現在死人身這麼乾淨 我怎麼這麼接才行? 當然, 問了這麼多人 都借不到錢回來 媽, 你說如果問銀行 借不到錢? 銀行? 那你…我還沒問過 銀行借錢肯定要抵押 你的意思不是叫我拿房產證去抵押 不用的, 又不是借幾百萬的大數 借十萬八萬應該不用房產證 那我真的不知道 要向銀行問過才知道 銀行還沒下班, 我陪你去問 銀行肯定是有條件的 老伯, 你沒事吧?老伯 別鬥他, 不知道是真神還是假鬼 找人家碰瓷嗎?我先問他 老伯 老伯, 你沒事吧? 老伯, 你是不是碰瓷的? 你如果是碰瓷的話 麻煩你找人, 走遠一點 我們門口這裡也有監控 已經拍攝了全過程 我們沒有鬥過你 是… 你…如果沒有人理你, 你很扯 我們不管你, 我們走吧 我碰瓷, 走… 不是吧, 兒子 如果爸爸真的有問題 有得他躺在這裡嗎? 如果有什麼冬瓜豆腐 我們豈不是見死不久? 豈不是很差勁嗎? 別想太多了, 先扶他 老伯… 老伯, 你沒事吧? 你真的沒事吧? 老伯… 怎麼了? 有種藥, 是否吃藥? 你吃藥? 水… 水… 進去裡面拿水 怎麼樣…伯, 吃藥後好嗎? 好…好一點 是嗎? 謝謝你… 不用客氣 要不要把白車送你去醫院看看 不用了, 我在這裡休息一下 馬上沒事了 那我需要打個電話 叫你的家人來接你嗎? 不用… 那我們還搞不搞貸款嗎? 我不記得那件事了 伯伯, 你在這裡休息一下 好… 不用急, 我是這裡的老闆 這裡隨便住 你休息一下就自己走了 房費不用付 我有點事, 我先出去 謝謝… 媽媽… 一天我們去那邊 問多銀行行行不行? 不用問了 問來還是要抵押的 要不這樣, 我們就馬上回家 拿一張房產證出來抵押 說得這麼簡單, 說拿就拿 我也要跟爺爺爺爺爺爺 對嗎? 讓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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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會擔心你的生意搞不好 我就不想讓他們兩位老人家知道 所以才不敢說 現在就是說 沒有抵押就沒有貸款 你不用想了 除非天降財神 媽媽 我們找一間咖啡廳坐下來 慢慢量量哪裡有財神量量量 財神一定沒有 我們現在趕快回去看看 阿伯的心臟病康復了沒有 如果他有什麼刀瓜豆瓣 我們兩個要揹上飛 也對 Dee, 我出去的時候 你已經在這裡抵押這玻璃 回來又在這裡抵押這玻璃 你怎麼這麼忙 長命功夫, 長命做你夾演 對了, 你坐在這裡 有沒有留意到旅館 有沒有人出出入入 沒有, 妨礙了 一個都沒有? 沒有 即是那老伯還沒走 誰撞到那個佛打老 你看什麼這麼入迷 是, 尋人啟示 你不懂字嗎?我讀給你聽 不懂字的那個是你 重金尋人啟示 有多重? 你看, 七位傻 真是… 尋誰… 會不會是尋呢? 我們扶起來那個伯伯 有沒有這麼巧 不是, 他說得對 人家真是尋過七十多歲的老伯伯 不斷上一年紀 還有什麼特徵? 黑色皮鞋 是穿黑色皮鞋的 對 還有呢? 上身白色外套 藍色褲 你看到的? 是呀… 是呀… 真的 還有一件事寫明的 患有心臟病 就是他了 一定是他了 還有其他特徵嗎? 有…還有寫得很清楚的 頭戴一頂白色格仔, 急帽 急帽? 沒問題, 行李撿的行李, 行李帽 隨便吧, 總之… 行李帽好像沒帶 沒帶帽, 一定是沒帶帽 絕對不是那個 別跟他說話, 先看看阿伯醒 阿伯醒了 阿伯, 你…你站起來了嗎? 好了嗎?沒事了吧? 好多了, 多謝你救回我 那就好了 我現在六點了 我要回家吃飯 兒子 蝦皮鞋 那些穿著 好像跟你舅父說的一模一樣 你快搶你的行李帽 是呀 你提醒了我 這個鈴鐺 外面有些雷糧 大不了你, 安全一點 行李帽? 行李帽, 那… 有問題嗎? 沒有…沒問題 你們的行李帽很漂亮 如果這麼漂亮 不如送我給你一個禮物, 好嗎? 對…不可以的 來… 阿伯, 這頂行李帽 還是你戴好一點 這樣…我有點事 我突出打電話 好…我先走了 別走 不好意思, 嚇倒你 對不起, 你別走 你先坐下 我…我要回家吃飯 你…你在這裡吃完飯再走 是… 我有很多事還要跟你談 是… 你別走, 你先坐下 你坐吧 老人家心臟病很大很小 你坐下喝杯茶 是… 別再麻煩你了 不… 我突然想起 我們家裡有單身保心茶 好… 我會馬上沖給你喝 看著他們 這樣嗎… 你坐下… 這道單身保心茶 我經常沖給我媽媽打 和我婆婆喝的 對老人家的心血管很有幫助 讓它出口味, 來 小心熱了 太多喝酒了 對 喝一口茶, 心也定了很多 是嗎?這麼快 全身都舒服了 那就好了… 真的 我看著伯父 你趕快問舅父拿個沉門 看著我的電話 是…幫我照顧他 那你慢慢坐 恭喜… 起床何來 今天你畫個豬頭 百萬元紅 你說這種話 真是… 只要他們父子早點團聚 就甚麼都好 馬上幫我查一下電話號碼 幫我打給他家人 不用你交代我查 來…查… 甚麼 更新了, 多了個視頻 會不會是聯想加碼 別這麼看 看 最新消息爆料 百萬尋仁的黃先生 終於見到他失蹤的爸爸 而黃先生也好手承諾 立刻拿出一張一百萬的支票 來報納這位幫他還回爸爸的好心人士 真的實古實足, 支票 我看到, 看到嗎? 真是… 真是… 不關你的事 幸好你沒有打電話過去 否則, 笑得你臉黃 等等 這個伯伯也不是那個伯伯 就是了 所以這個就不是那個… 算了… 有時候的事就… 整定了 即是歌仔也有得唱 明女有時, 終歲有明女… 我也知道 是你的就你, 不是你的女兒也沒用 對吧? 我們做好事的 從頭到尾 我都沒想著要賺別人的錢 對吧? 這件事說得很合聽 做好事就不是要別人回報 當然 不過, 伯伯, 你留他在這裡 那你需不需要就送他回家呢? 確實是, 伯伯一早就說要走的 是我硬要留他 不是要留他在這裡吃一頓飯的 所以這些人 又不見你留我吃一頓飯? 你吃我的飯吃得少嗎? 當我沒說過了 那哥仔 是 媽媽, 要不要這麼節儉 是 吃這麼多肉做甚麼? 吃得肉多膽固醇高, 伯伯 是… 吃得多肉對心臟不好 吃吧… 洋蔥炒蛋, 真棒 對… 多吃一塊 洋蔥炒蛋的家常食物 怎麼這麼棒? 洋蔥對心臟很好 如果我每天都在這裡吃 心臟的命快點 每天都在這裡吃 是呀, 我也打指 搬來這裡, 長住 吃點心臟 遍 隔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媽, 這裡好像是一百萬 什麼? 對了, 一百萬 老人家, 對你的數字不夠敏感 一百萬就是一百萬 你們救了我的命 我也不止一百萬, 是吧? 阿伯, 真是麻煩你, 謝謝你 你放心, 這筆錢當然是我借你的 然後我收到錢, 我就會寫一個借據給你 我會儘快儘快還給你 兒子, 我們有救了 總之有救, 整棟東西丟爛起稿還夠 你快點, 趁近近浪去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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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他幾十歲, 為何要騙我們才行 問題是他又沒有騙我們什麼 對吧?他為何要寫一張空投資票給我們 對 銀行擺烏籠, 銀行弄錯了 銀行為何要擺烏籠 不過可能是阿伯擺烏籠寫錯資票 有可能 兒子, 這樣就有彎轉了 這樣就我們還可以籌到錢, 是吧? 說不定, 阿伯現在已經站在我們旅館門口 拿著資票準備改寫, 藍一聲 如果真的有這種事發生 就真是人生大反轉 說不定真是反轉, 別再說了 快… 大哥, 阿伯 阿伯, 你真的在等我嗎? 我已經在了, 我已經等了你很久了 那些資票我寫錯了 難怪我們一到銀行之後 就不能兌現了 對… 那些資票我應該寫到一個零 那不是一千萬? 一千萬不多 這套裝修也花不少 加上木地板 我用的都是金絲藍木 金絲藍木, 真是 那又不用這麼重提 話說回來, 這次開的資票 應該可以兌現了吧? 怎會兌現不到呢? 你下次去銀行拿錢的時候 一定要去我兒子的銀行 就肯定兌現到的 這位就是貴公子, 是吧? 你好…請坐… 很感謝你弄我爸爸 這裡有一點意思 說成敬意 怎麼好意思?又收了果欄 要的… 還要幫我搞裝修 真是我何德何能, 受這麼大禮 你仇得起的 我… 再不給不起 甚麼? 甚麼意思? 姐姐, 我爸爸說的話 你也相信嗎? 不是吧, 他說… 是這樣的 二十年前 我爸爸在香港開過幾間雷管 確實是賺到錢的 糟了, 經過幾次金融風暴的影響 早就破產了 破產? 但是你百姨還堅持一百萬給我的 是呀… 是呀… 是呀, 他就是這樣 受了精神刺激太大了 連這裡也有點疏疏 就連以前和現在也分不清 所以才是這樣的 即是你百姨從頭到尾說的 都是假的? 這樣也無法解決 對呀, 他說我在銀行工作 真諸沒那麼真 我確實在銀行當經理 只不過他開給你們的支票 我真的對應不了 支票? 我…我開個張給你 你把筆給我先拿吧 原來老闆娘說 不用你付錢 要你水果腩就夠了 你…你只要水果? 一千萬元你不要嗎? 不要了…資金問題我自己會解決 那些水果你趁身先吃 我們就先走了 好… 爸爸, 這邊 不好意思, 我先走了 謝謝老闆娘 好, 我先走了 好, 乾杯 看到爸爸在外門口 我還以為劇情真的可以反轉 幸好想念反轉 還是快問老爺婆婆 拿房產證去做抵押吧 我相信你去順德, 找爺爺阿嬤 那又不用去順德這麼遠 房產證在大伯那裡 問大伯拿就行了 不過就要跟老爺婆婆單聲才行 那也要告訴爺爺阿嬤 他們一定會擔心 你怎麼在這裡呢? 我想問你坐得舒不舒服 你們倆在這裡坐坐坐坐坐坐 好 我們請你去處境的事 很快就過來 謝謝你, 我們在這裡等他 來, 坐吧 你買證件帶齊了嗎? 帶齊了吧 最重要是房產證 你大伯都給了我 幸好大伯相信過, 你肯給你 我還是覺得 最好就不要用到房產證 喂, 待會兒經理來了 幫嘴, 求求情 怎麼求? 他又不認識我 我又不認識他, 別人肯聽我的 那倒是 如果你說認識那個經理, 那多好呢? 我們認識的人裡 都沒有人做銀行經理 不是, 昨天那個老伯 就是我們扶起來的老伯 他兒子就是銀行經理 是, 但不知道他在哪間銀行做 哪有這麼巧他在這裡做經理 很難說 有時候這個地球很小 怎麼了? 喂, 兒子… 你看看這筆, 是不是很面善 我…我拿給你 我拿給你 你拿給你, 我先拿給你 這筆, 最後是被兒子拿到的 這筆就在兒子裡 他兒子的筆現在在這裡 即是說這筆就是他的 他就是他, 他就是經理 他就是經理 如果他兒子真的在這裡做經理 還不可以不用房產證供加碟 人生出現反轉 今天有機會… 坐吧 兩位, 你是… 坐吧… 辦什麼業務? 你怎麼做的? 你是… 我是這裡的經理 為何是女的? 現在女人不做經理嗎?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 這筆好像是我的 別誤會, 我不是來拿東西 不是來偷東西 我只不過看到這筆 跟我的朋友一模一樣 我以為他在這裡 這筆就是他的 這個經理就是那個經理 等一下, 女士, 我好像不太明白你說什麼 我只是跟你說 我們有個做銀行經理的朋友 人用這筆筆 是… 我以為他這麼巧在這裡做經理 我們就可以跟他溝通一下 就不用房產證供加碟 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們就是想跟我做朋友 坐吧 好… 然後想我幫你們懷規借錢 是不是? 不… 我們借錢當然要按照你們的 規章制度來做, 是嗎? 這裡是我老爺的房產證 他的身分證 我的身分證, 委託書 全部都在裡面 你們這次是幫老爺奶奶 他們做房產委託的借貸? 也算是 要他本人來才行 他們現在是不是在外面賭? 不是 一定要他本人 你們這次借多少錢? 十萬左右 十萬是以你國人名而借的, 是嗎? 是 我們現在有一個計劃 就不用用到房產證的 只要用信貸來做就行了 那就好了 你幫我申請這個 好…沒問題 你的資料也要交給我 在你這邊的 好…沒問題 開心了, 兒子 出資也能借錢了, 兒子 抓緊了, 知道嗎? 終於是, 信貸也可以借錢 還以為可以有什麼反轉 學到東西了嗎? 人生是沒有僥倖的 最大的反轉就是沒有反轉, 知道嗎? 雖然人生沒有反轉 但是我們人生可以努力的 是呀 我相信現在要借錢度過難關 很快我就可以搞旺的咖啡廳 讓媽媽還在環攤不錢 就這樣說吧 有事… Cindy, 你要怎麼追得這麼急? 爸爸, 我欠你的錢很快還給你 馬上還給你, 也不欠你 告訴你, 從此之後 我和你之間的關係 到此就… 到此…到此更進一步 別這樣… 我這次來, 我想告訴你 我這幾天不斷反省自己 我覺得自己太為你仕途 是我不對, 是我不對 等等… 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我就是說, 我想過自己不對 我借給你的錢 不用你還一旦 是呀 媽媽, 劇情這麼快就反轉了 是呀… 你…反轉, 還反轉 讓你氣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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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地 我現在有點… 這樣倒影響 工作內容的含金量 才決定一個人的價值有多少 聽說老闆說下星期一輸無裁員 除非我們炒老闆